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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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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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问题 35 35 1 2 3 5 我叫江波 来自贵州 小时候我是一个顽皮 被家里面说人都不看好了一种孩子 偷人家的水果吃了 成绩 都是很理想的 初上的时候就辍学了嘛 所以说在他们眼里的话 我是属于一个坏孩子吧 当时只想说 只要我不读书 干什么都行 就去了重新去打工 超级超级辛苦 每个月大概也就2000块钱左右的 这样一个性质 很不是滋味 默默地躲在那里哭 我觉得自己还是该是学一样东西 不想自己一无四处 那刚好广州是对口扶贫 我们整个前南州 对口广州祭司学院 就因为这个学校的出现 让我重新又有了新的一个方向 各位帅气的叔叔 美丽男阿姨 大家早上好 你小心点啊 我觉得专业的话 是属于老年健康管理 实操的话呢 就是一个擦花手工按摩 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伤口处理 最喜欢的可能是属于中医保健 按摩这一块嘛 因为老人家的话 你按按摩啊 让它放松放松啊 会让我和它自己的距离 会更近一点 我像是从事旅居行业这一块嘛 比如说一些旅游 养老机构的优学 现在养老 不是传统式的养老 那是一种多姿多彩的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自己去打造一个快乐旅行的一种模式吧 旅行中给人家制造一些惊奇在里面 这个阿姨的话 她有个老友 差不多三十多年没见了 刚好又是在梅州 刚好我没介绍这次梅州之行 我们就找到了她的这个朋友 并与她的这个朋友联系帐 可以举办了她和她的朋友见面会 这个阿姨就很感动了 就写了一些信给我们 我又很愿意和老人家打在一块 而且很认可我的服务 让我更愿意的去尝试我对待老人家的这份工作 是吗 带 带 我觉得在这里生活让我很充实 很愿意的 以前提到我的名字 我就觉得很头疼 那都现在不同 我都觉得我这个人 现在他们心里面已经是换了一个样了 脱胎换骨 成为了一个现在 比较有事业的 有责任的人 有荡荡的一个样子 我很喜欢现在这种的样子 而且在这参加家乡 回馈我的家乡 也回馈这个社会 好疯啊 好疯啊